每一款炖汤的吃作也是大同小异 首先是将搭配好的各种食材 经过焯水等简单处理后 放在炖中里面倒入开水 盖上盖或者秘方 然后放在蒸箱中用水蒸汽蒸 一般都得炖四小时左右 用水鸭 雪梨 五花果 加上鸡肉 鸡爪 猪蹄肉 以及陈皮 生姜 白胡椒等食材 李峰炖出了一道比较适合秋冬季节滋补的亮汤 雪梨 五花果 炖水鸭 用海参 花椒 瑶柱 石壶 加上鸡肉 猪蹄肉 以及陈皮 老姜 白胡椒等食材 李峰做出了滋补海中宝 李峰说制作炖汤需要的就是细致 舍得花时间等待 做炖汤最关键的是要注意什么问题 肉马要飞轻 那个歇水飞出来 水要开 肉要热 炖水的汤就够轻 够香 炖水的汤功能 家有这个地方 炖水的汤就也快喝